我叫Kaley 我本身是做UI設計 我也會做一些平面設計 今天我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場合 所以現在有點緊張 我今天要做的東西叫做 工藝實驗室 請大家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是小娟 她從社工系畢業後 已經搭了社工三年 這是小娟 這是小娟 她從社工系畢業後 已經搭了社工三年 小娟知道 公司必須用更有效的方式獲得資金 同時同事也都是社工背景 沒有行銷經驗 不會設計宣傳品 更不會價格戰 再加上口袋裡也沒什麼音量 想獲得專業的技能協助 靠量眾人 第一種人就是學生 學生有的是時間 有熱情有創意 但是就是沒什麼事做經驗 第二種人就是兩個差道的朋友啦 但是朋友大部分都還是有自己的工作 來幫忙的時間的確有限 不過有一個平台 可以讓公民團體找到想幫忙的學生 別人企業或是專業人士 可以很短時間幫助這些學生 是不是就能解決這些問題了呢 想像小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尋求協助 再短短不到一天 就找到了三位小關係的學生 並且也在廣告公司願意當這些學生的顧問 小娟獲得了一整個免費的行交團隊 三位商務團系的學生得到真正實作的機會 還有專業的建議 而廣告公司只需每天花一點時間 知道同學如何進行專案 就做了公益 另外 小娟還發現除了自己的需求外 同學們也會幫她發現額外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 公司再也不需要因為資金不足 而得不到幫助了 現在 這個想法才剛萌芽 需要各位的幫忙 我們秉持開源的精神 讓想幫忙的人都能加入 有興趣的人可以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 或者是參考我們的計畫書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因為時間有點短所以我就很簡單的輸過 那如果需要再更多資訊的話 我已經把我們的計畫書PO在那個我們的共筆區了 對 那這個影片也可以上YouTube也可以再看一次 你可以看一百遍也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傳給想要幫忙的人也沒有關係 對 那現在我們的 其實是剛開始而已 那這是我們的線上計畫書 我們是用Google Docs做的 那我們現在呢有的人大概有四位 一個是我就是做UI的跟平面設計 然後一個是專門的美工 然後一個呢是做後台的 那還有一個也是做後台的 那我們現在呢需要的是 這個是我現在先暫時做的一個Prototype 然後它是用Action做的 那這個我也是放在我們計畫書裡面 那想要加入的人就可以到旁邊這邊來留言 提供你的想法 那每一頁都可以做一些comment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這樣子 這樣子 對 好 謝謝